寒流低温容易造成猝死的案例频传 猝死原因是心性猝死 意思就是突发性的心脏停止导致死亡 成因包含了心肌梗塞、肺血酸塞 以及主动脉剥离 尤其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吸烟习惯的民众 更要提高警觉 也有不适就要尽速就医 冬天是心血管疾病耗发季节 常见心晕性猝死 只突发性心跳书克导致死亡 而造成猝死成因 包含心肌梗塞、肺血酸塞及主动脉剥离 华林慈激医院心脏内科主任陈玉智表示 尤其患者要一个月至少连续测量7天 在休息稳定状态下每天早晚两次、每次两遍 若收受压大于等于130毫米拱柱 或疏脏压大于等于80毫米拱柱 就有高血压 而高风险病患 收受压至于130至140毫米拱柱也要特别注意 那什么症状会是这样子呢 就是当胸口突然闷起来 紧紧的压迫到 那止不出某一点的位置来 那持续超过15分钟 那同时常常会有冒冷汗 冒冷汗 甚至到下巴肩膀会觉得怪怪的 那还有就是说像有些头晕啊 甚至已经有昏倒又醒过来 那还有一个就是像想吐 这样的情形的话如果一定要叫救护车 这个是自保最好的方式 那肺动脉塞住了 这个时候就会突然之间 他的这个心脏就会休克 那以至于心脏就停顿 那所以这个是最近有稍微 比较注意到 猝食的大部分是急性吸气梗塞 是冠状动脉阻塞 但是也有一些的病患是因为 肺血栓塞而倒下去 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有这样的情形 那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 如果单一脚有突然肿起来 那可能静脉有血块 那要赶快来检查 那甚至要用抗凝血的药来预防 这样就可以自保 那也就是说有单一的脚肿 或者动一动突然觉得很喘 那表示那个血块可能已经跑到肺部的动脉造成阻塞 那这个时候呢就要赶快到医院或者是到急诊 赶快去抽血去做电脑断层 最后一个会促使最有可能的 大概我们碰到的就是要做主动脉玻璃 那主动脉玻璃是一个很严重的大血管的疾病 那这个部分常常是因为高血压没有控制 造成它的大血管已经有裂了 那裂的时候它在血压高起来的时候 本来就已经受伤了 那这个时候它就会形成玻璃 因为我们血管是三个夹层 所以它是中间夹层裂了 我们就要主动卖玻璃 那如果裂到整个外面 最后一层都裂了 那大概瞬间就结束了 那这个是最难处理的 还好是比较少见的 但是也偶尔会发生 主要还是因为高血压控制不良 其实促使前面是可以预防的 就是症状的认知 早一点预防血压太高 还有自己如果万一脚有突然肿起来 或者会喘突然会很喘 动一动会很喘 那你刚好最近没办法活动 这些有这样的风险的话 那尽快的就医 早一点处理 就不会发生这些遗憾的事情 那重点是刚刚讲的 就是说你是不是高风险的人 那你既然是高风险的人 如果是的话先检查 不要贸然就去参加 像例如竞赛性的运动 跑马拉松或者去剧烈的运动 那因为我们常很担心说 你要多运动可以减重 然后可能病人 他一听到他就去报名了一些运动性的 像器材要做重训或什么 其实最好先健康检查一下 医师提醒 高胆固醇 有抽烟习惯 糖尿病 心肌梗塞病史 心脏放过支架等高风险病人 天冷若要运动 建议选在中午天气较暖活的时候出门 避免撑起时间运动 若要出门得注意保暖 另外泡温泉泡热水澡 对于有心血管疾病高风险病人 都要避免温差大而引起的血管刺激 记得长邦彦华理事报导